Ayo聊世紀天天都不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來看斯堪的納維亞戰役 這個比賽是已經達到了決賽圈 目前是對上Gongji對上Viper 兩位都是頂尖玩家 這個比賽是在北歐的國家參加 例如冰島挪威這些地區 丹麥、瑞典還瑞士之類的國家 都可以參加這個比賽 所以這個比賽並不會看到Hero 或是其他的選手出現 那果不其然這場比賽的總冠軍賽 還是這個Viper來到了這個地方 這場比賽也是Viper的聽牌場 也是這場的關鍵的比賽 只要Viper能夠贏的這場比賽 那他就是冠軍了 那當然裡面我們是不知道他到底是打得如何 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那先來看一下大約11點鐘方向的藍方玩家 立陶宛人 那立陶宛人的特色是 就是每減一個聖物到修道院裡時 這個獵提斯 寶兵單位跟重裝騎士 這個騎士遊俠都可以加1點的傷害 最高可以高達4點的傷害值 遊俠可以到了20點的傷害 立陶宛的獵提斯則是22點 所以立陶宛人他是要減聖物才可以獲得巨大優勢的文明 那立陶宛人他的槍兵跟毛兵也很適合使用 有這個移動速度加成 封建時代可以多打這個槍矛前壓 去獲得這個控制聖物的主動權 那在中後期也可以考慮直接轉馬 那整體來說立陶宛人是比較偏向於奇兵科技的方面 但是他勝率也是全滿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IPER選擇的文明是亞美尼亞人 那亞美尼亞人的特色是他的經濟科技 每點一次都可以增加40%的額外加成 所以他的挖木頭、黃金、石頭都其實蠻快的 那亞美尼亞人他的生旅也是全滿的 而且他的寶兵跟立陶宛的寶兵一樣都是有破甲效果 亞美尼亞人是破甲弓、破甲劍 應該算是破甲劍 那立陶宛人是破甲槍 所以這兩邊都是一個破甲文明 非常的可怕 但是亞美尼亞人他有比較厲害的東西是劍兵勇士 等下精冠技術之後 費雷特斯可以獲得30點的血量加成 可以高達100滴血的劍兵勇士的血量 那白血劍勇在後期也算是一個很難產的一個單位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這張地圖吧 那沒意外的話 Viper前期應該會多靠這個羅車去踩資源 羅車拉四川去吃路 可以讓自己的經濟非常的舒服 到處吃到處爽 那這張地圖的路其實並不是那麼多的 可以看到這邊路群其實就只有那四頭路 所以這個羅車的效果並不是可以一直延續下去的 如果像是玩什麼蒙古大草原啊之類的地方 可能野生動物的路群就會多一點 好這邊跟鋼局互打下 但是Viper會輸喔 水量輸了一些 鋼局打贏了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支部技術 封建師帶也點下了 那羅車的優勢在這個時間點就會很尷尬喔 好這邊去找到了自己的羊回來 好在這邊開柴果子 那羅車的話是不能放果肉的 所以這邊還是要去模仿啊 好 Viper這邊在等木頭 好擺木頭 看個模仿 好前線的部分按了一隻槍斌 結果看到對手按了一隻棒棒 欸 Viper這邊有點認住 欸 你怎麼有棒棒呢 那羊愛尼亞人喔 他是唯一一個可以在黑暗實戰按槍斌的文明 所以這邊用槍斌去偵查一下 先看一下最少要轉什麼喔 喔 看到射箭場 那這個就是Viper想要獲取的私訊 好 那Viper這邊應該也要補射箭場喔 好 不補射箭場的話可能會被射穿 這個也要小心 那鋼局這邊是選擇的槍矛前壓 漂亮了 槍矛前壓 那槍矛前壓的話 麥可這裡要小心喔 人家有移動速度的加成 要小心這個毛兵喔 不要被對方追死喔 所以立陶宛這邊只要毛兵的數量一多起來 基本上是 就是擁有絕對主動權喔 甚至可以把Viper的兵全部吃光也沒有問題 因為一定追得上 這就是立陶宛的槍矛前壓最麻煩的地方喔 所以Viper這邊要注意的事情就是 毛兵喔 基本上是不太能斷的喔 前期要多打交換 去確定對方的毛兵到底有多少 然後盡量不要被對方高打低喔 好 槍矛這邊確實踩住了高地 好 就想讓Viper過來 直接應換 好 這邊稍微丟一下 踩高地 踩高地 給Viper一些壓力再 好 目前看起來Viper的壓力是 沒那麼大 現在 槍矛直接轉了雙射箭場 完了壓力可大囉 好 槍兵過去送頭 完了完了 八個毛兵 三個槍兵拉過來 槍矛前壓 Viper要被吃光 槍矛的移動速度優勢實在太猛 Viper連控都不想控 那怎麼辦呢 補了兩個羅車在前面 三個羅車 四個羅車 這是什麼奇怪的讀口打法 Viper 這個招數太神奇了 那這個地方其實是不能 哦 完蛋了 哦哦哦哦哦 哦哦 其實是不能蓋建築物的喔 但是羅車是可以敲的 哇哇哇 這個Viper慢慢秀秀到了秀到了 哇哇 沒想到在這個比賽裡面 出現了這個奇妙的讀口打法 但是好像溜過來 是不是有洞 哎 其實溜得過來 笑死 哈哈 原來是不能蓋好 蓋好就溜得過來了 好 Viper剛剛 做了一點效果 結果被溜了進去 看來要再多死一村 OK 死了兩村 尷尬拉 鋼局現在有槍矛的優勢 但是Viper已經要升到城堡時代了 趕快補個馬舊吧 補個馬舊 出個騎士 或者是 等工程器製造所防守 那現在騎士出來 可能也很難打這些槍兵 Viper現在 經濟有點炸裂了 好 好 那現在Viper是 繼續 挖下支援 好 等個機會 好 再補一個羅車卡的這個位置 Viper又出奇招了 羅車卡位 這是在以前的世紀帝國看不到的 新版本 才有的東西 好 那亞美尼亞這邊點下了 靈甲技術 還有一級農田 挖金技術 好 這個技術都差不多了 沒有 沒想到要是要走步兵嗎 亞美尼亞人城堡時代步兵 並不是那麼的強悍 但是可以點劍兵勇士 但是 炸葛一樣 是750肉 300黃金 其實不便宜 直接點了一個強化教堂 這隻村民可能要被收下 哇 Viper又死了一村 已經來到了五隻村民的死傷了 好 先用強化教堂 射倒槍兵 村民又倒了一隻 Viper已經撿了六村了 41村打27村 Viper這個還能打嗎 好 直接按了四隻戰鬥祭司 要來處理 立陶安了 那鋼擊這邊是直接掌弓兵 立陶安的城堡時代工兵是有奴兵的 所以不用擔心 城堡時代的話 OK的 帝王時代的話沒有強奴 要特別注意 好 戰鬥祭司的目標 是要去撿生物嗎 看起來是喔 好 這一隻村民這邊看一下 繞一下 好 家裡 這一坨毛病沒有打算 馬上處理掉 這邊還在 先挖個資源 先用戰鬥祭司去處去晃晃 好 這一隻村民在這裡要幹嘛 只有蓋了一個強化教堂 哈哈 強化教堂有料嗎 這真的是一個問號 好 現在戰鬥祭司 打不動 打個一下 但是血量被poke的有點慘 好 這裡補了強化教堂 白普到底想幹嘛呢 在這個 冠軍賽裡面 居然 還在做效果嗎 又要秀了嗎 欸這個 這個要被收掉 血量奶不回來 你看 好 右邊撿了一個生物回來 這個戰鬥祭司撿生物就是快啊 好 毛兵現在一隻一隻的倒地 後面的弓箭手終於要來了 好 趕緊點下了二級射 跟奴兵 戰鬥祭司 終於 沒有辦法繼續扛了嗎 好 後面補了一個工程師 就知道說 哎呀你有工兵 那就不能做效果 趕快按台奴炮 或者是投車 哇 完蛋了 這個 蓋得好 但是可能會要死存 欸 這個殘血活了下來 右邊的大學 這時候補下 不知道能不能補起來 哎呦 戰鬥祭司 這邊是一個多線 剛舉家裡 直接被戰鬥祭司 敲到頭破血流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這邊戰鬥祭司也戰 再按 OK 按個爐炮 那目前 揚引力量人 經濟算是 慢慢追到了 這個鋼鐵齁 牌的經濟慢慢追上 戰鬥祭司 獲得了很好的 擊殺效果 原來戰鬥祭司的攻擊是11點喔 所以敲村民只要敲4下 就可以敲11隻村民 其實擊殺村民的效率是非常非常快的 好 看這邊4棒一隻村民 哇 這個村民速下降的有點快喔 死了9隻 這裡再來一隻能拿下嗎 沒有辦法 好 戰鬥祭司 再抓掉了一隻 又一隻 哇 這裡死了11村 好 但是鋼鐵這邊也是前置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喔 想要來給viper更多的壓力 現在兩台毒炮在後面有戰鬥祭司的保護 左邊則是拉了一些村民去偷偷挖礦 這一波戰鬥祭司的騷擾 確實讓viper的經濟要扭轉乾坤喔 現在是37對37 兩邊經濟是持平狀態喔 但是鋼鐵剛剛的創民術領先時間比較長 所以現在資源量看起來還是 好 這邊立陶宛領先 好 Viper這邊是繼續要轉戰鬥祭司 這裡因為按戰鬥祭司 而且鐵沒有繼續灑有點斷村了喔 後面這邊又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應該還是想按個奴炮或是投石車 那沒意外的話按投車的機率會比較高一點喔 那viper在家裡的部分 則是在繼續按奴炮 這一點就有點尷尬了喔 投石車換奴炮是相當輕鬆的喔 好 這邊戰鬥祭司有機會摸到投石車嗎 投石車往後拉 右邊有一台投車出來 戰鬥祭司硬是找到後方 直接手撕掉了一台 投石車 OK 奴炮趕快輸出 好 這個戰鬥祭司又摸到了後面 投石車 投石車再兩道 搞定 哇靠 這個奴炮開始可以無傷了 戰鬥祭司也打得很開心 沒想到viper用了戰鬥祭司 將奴炮就解決掉了 剛舉的奴兵毛兵加上投車的策略 這一波viper已經不虧了 不虧了 好 那目前戰鬥祭司還在秀 還在秀 現在看起來viper的戰鬥能力還是很強 這個戰鬥祭司莫名其妙的就carry起來了 平常是很難看到戰鬥祭司在比賽裡面 不要說比賽了 連天梯都很少看到這個戰鬥祭司 沒想到viper在最重要的聽牌場的冠軍賽裡面 拿出了戰鬥祭司 敲人家的頭 好 立陶宛這邊被敲到有點難受 這裡可能還是要帶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在家裡 按個頭池車會比較好 好 工兵直接一個灰頭射掉了戰鬥祭司 工具的騷擾並沒有放棄 好 那家裡的部分現在沒有奴炮了嗎 看起來是沒有了 又被抓掉了一村 viper抽名數36對38 兩邊算是都在互相傷害 那viper這邊沒有開下額外的城鎮中心 鋼具則是反而穩穩的補下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好 那鋼具家裡也補了一個 待會防守奴炮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問題了 繼續出風兵 是一個可行的策略喔 好 Viper現在家裡 並沒有轉出太多奇怪的東西 繼續按奴炮防守 直接串掉了兩隻奴兵 好 直接抖動躲掉了奴炮的傷害 點掉了一隻村民 好 戰鬥祭司再出來繼續剷除 viper在左側的位置 終於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但是這邊TC應該是會斷村斷到兔 而且這裡安排一台衝車暫時也沒有辦法繼續衝鋒 後面並沒有部隊了 可去防守 好 5號這邊繼續射 這些奴兵只能繼續往左走 正面的位置 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附了一個城鎮中心 主金空下來應該就穩了 那現在viper也轉出了3TC 暫死了 兩邊應該是不會繼續大打出手了 好 就是現在是你農我農時間 viper這邊趁機點下了一個二級伐木 好 偷子車直接倒掉奴炮 偷子車砸了兩發衝車 殘血射掉 那鋼局這邊最大問題是一級農鐵沒有點 二級伐木也沒有點 都太專心在打架這件事情身上了 忘記了要去轉出經濟科技了 好 這裡補一個強化教堂 稍微守一下 好 這一個工程器製造所終要打掉了 viper在對方家裡的經濟也沒有繼續打 喔 結果這邊偷偷捕魚 哇 viper這邊 居然有偷捕魚 這個太過分了吧 哈哈 那對手應該有看到這個碼頭 但是好像沒有看到 魚嗎 欸 欸 魚床好像有看到 有閃過畫面喔 好 但這坨工兵已經走過來了 但是沒有彈道學 攻擊這邊木頭一直被農田消耗掉 沒有一級農田 消耗的有點快喔 好 Viper現在再打一個防守反擊 你攻擊我 我不管 我就是要農 我就農就對了 好 下面一直有少量的奴兵 在騷擾 好 生鋁 趕快招搶騎士 好 但 Viper剛剛在 控這個奴炮的關係 沒有時間控這個生鋁 生鋁直接自敵騎士 這邊自敵的好 好 右邊也補了一個工 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現在每個 雙方玩家都來到了4TC開弄了 好 炸的是非常非常濃 好 Viper這裡補了一個自爆法 不知道是想要炸什麼東西呢 好 兩艘漁船 看起來要不薄了 自爆法出來 結果直接被工兵收到殘血 要放煙火了嗎 好 爆炸 放個煙火了 好 Viper這邊投石車 沒有砸到反而被工兵反殺 這邊血量來不及拉回來 回頭打個一發 打個空包彈 Wiper這一波投車奴炮 直接送光 但是前線的位置 一定要來蓋城堡了 好 Viper這邊點下了一擊射 來了 結果 是你家要出事 不是我家要出事 Wiper在家裡的防守 打的算是蠻愜意的 一直用奴炮投車 稍微少量燒了 好 這根藏寶 要小心 閃過 再看一下 一閃過 可以 這邊收村進去 好 剪掉投石車 漂亮 好 繼續挖石頭 好 這邊的工事 只要把這個投石車解決掉了 Wiper在家裡的隱憂 應該就可以靠煙炮解決就行了 開始要按台投石車 有 家裡有按投石車 Wiper感覺開始認真了 好 Wiper抽名書 現在是92 對上94 抽名差距並不大 但是可以明顯看到 Yamania的經濟已經遙遙領先3000支援了 畢竟這個伐木的能力還是比較強 唉唷 這個一個高打滴拍掉了鋼局的投石車 再來一把拍下去全倒 舒服了 這一波 頭車直接解光 鋼局在前線的 兵力壓力 好 Wiper這邊又有一個小小的多線 但是 戰鬥祭司影響力並不是那麼大 好 番組可以點帝王時代了 Wiper這邊帝王時代還沒有辦法點 但是它是先轉出了複合弓箭手 直接轉出了穿甲箭 好 投車拍一發 我們有預判任攻 炒爾被射了兩發 好 開始射村民 現在鋼局沒有單位可以扳擊 點一下電王時代 這裡最好是兩個戰毛兵線出來擋一下會比較好 好 結果村民被點掉的有點多次 這裡弓箭手 點了九村啊 Wiper的攻擊手跟我的攻擊手真的不太一樣 好 左邊補了一個長蛙教堂之後 又補了一根城堡 左邊Wiper也有攻勢 開始要左右包夾了 地頭人趕快補城堡 待會巨星托司機 可以比Wiper更優先出來 但是經濟方面已經開始被拉開了 已經來到了差距跨要5000之圓 大概4000 4000現在已經有了 但目前看起來鋼局是 要打贏的話很困啊 現在資源量都不是很穩定 而且也來不及轉出戰毛兵 Wiper這個複合弓箭手 一直給到壓力 抓了很多村 投石車雖然努力拍 但是好像沒有辦法阻止後面村民蓋城堡 弓箭手還在輸出 好 但是最近輸出 哇 終於拍到後面蓋城堡村民 Wiper這個村民能夠蓋起來嗎 94% 好 最後一村 96% 90% 97% 98% 99% 100% 蓋好了 這個村民 死前敲好 好極限 哇這個一蓋好 這兩個城鎮中心直接被拆掉 這個城鎮中心也要被壓制住了 但是應該是能升到電王時代的 沒有問題 看起來鋼局還是有機會反擊 但是希望不大 村民術差距已經被拉開了 40村有了 鋼局這邊要趕快繼續採資源 但是現在黃金很不穩定 那安全採黃劍的地方其實並不多 甚至也可以說是斷金的狀態 鋼局這邊直接打出了GG 我們恭喜W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沒有想到Wiper前面秀了一把四螺車讀口 然後後面呢 直接用了插寶策略直接插死了對手 那戰鬥祭司在前期的表現也是相當亮眼 只是說Wiper終究是Wiper 好狠好狠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由Wiper拿到支援全勝 而且還有擁有五生物的優勢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